他拿到包的就是假貨 這個我相信他應該是沒辦法解釋啦 王之嘉如果你真的是跟代購買 麻煩就直接講是哪家代購 而不是只講代購兩個字 這樣會影響到很多的 你的確可以用照片去判 但是實際上你要真的覺得說 商品百分之百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是要送包去鑑定 因為就像王之嘉這次做的 他送的那個鑑定就的確是算蠻專業的 那他不可能叫王之嘉拍個照片去 他已經整個包包直接送去了 剛說他驗貨 那他把這個驗貨的圖片秀出來之後 上面寫說他是拿2022年的包去驗 結果那個包早在2021年 就在他影片上出現過了 那這是不是很明顯就是他在說謊 這個就真的沒辦法解釋什麼 因為這種就是我們會叫時空落差商品 在精品也常見到時空落差商品 那這件事情就很明顯 因為他這東西就是2022年的包 但他2021年他就已經先拿到 這在精品屑是不可能啦 絕對不會這種事情發生 除非王之嘉他真的是愛馬仕裡面內部 非常高級的譬如說他是總裁之類等等的 他才有可能自己先拿到家自己東西嘛 王之嘉想必他在台灣雖然說也很有知名度 但他的能力應該不足以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這個我相信他應該是沒辦法解釋 除非他說那顆包 是假的他犯好看的這 反正這顆包 的確可以足以判定他拿到包的確是假貨 因為愛馬仕是有所謂的刻印 那所謂的刻印就是譬如說 2021年的刻印是哪個英文字母代表 隨隨便舉例說如果2021年是A 那2022年就是B 他如果說2021年的包 他刻印在2022年上面變成B的話 那應該會引起很多的消費糾紛 所以不太可能會這種事情發生 至少做到現在70年來 或是在我精品百戶業來 10幾年我沒有遇過的這種問題存在 這顆包是凱莉二代 加上他是大消費的顏色 這個顏色的確是在2022年出的 在2021年的確不太可能出現 除非我查的資料有錯誤 依照說正常情況下 2021年跟2022年的商品 會不會提前出現的問題 如果是以這個去判定的話 絕對是直接判定假貨 這沒什麼好解釋 那如果今天這整件事情換作是你啊 以你代購的身分去看 那這樣的公關危機 會不會有更好的解套方法 我覺得一定是有 因為他這次處理方式很明顯 就是覺得說 都是在說謊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我生活有一個代購 這麼久 也算蠻專業的店家 今天出問題 是說他自己跳出來急忙成績 第一個要出來成績 應該是他所謂買的代購 他是跟哪間代購買 他應該直接叫他出來面對 不管他是買的真的還是房的 都是由這代購店家來承擔 他今天只是個消費者 今天他只是花錢 他沒有必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你懂嗎 但是他今天的影片敘述完之後 我看到的狀況是 很多的謊言在裡面 尤其像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他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相信一般人 你今天買到假貨 你今天買到有疑慮的商品 你不可能是第一個自己跑去 看自己包包有什麼問題 你應該是第一個去找賣贏的人 有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我覺得應該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 一我個人覺得要買這個代購 是他很好的朋友 他不想毀了他這個朋友 再來第二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第二 就是根本沒有這個代購存在 如果隨便講一家代購的名字出來 這家代購應該就被他毀 王思佳為什麼不直接送專櫃 有第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專櫃省的比較嚴格 我就是看業務 我今天跟業務比較好 其他就會幫你 那我今天跟業務完全不熟 他有可能會要求你 提供你購買的地方 購買的票據 甚至說你購買的人的名字 假如說他真的是買代購的話 他一定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也沒辦法送 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以王思佳個人的知名度 我相信他送愛瑪斯 應該不會被拒絕 那他不這麼做的原因 我覺得一來 這個包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我個人覺得 不送專櫃最大的疑慮點就在於說 包不是自己的 不然就是他不敢送 因為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自己是真在家的 最後我再問一下 那假如說 撇出你這個代購的 專業眼光去看的話 那你覺得這整件事情 你到底怎麼看 其實我老實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做代購這麼久 做精品這麼久 其實真假貨 大部分講實在的 七八成都看得出來 在路上我也看到很多人賣假貨 甚至我自己親朋好友 很多人也穿假貨之類的 我覺得那只是 每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或是為了自己的 生活的標準是怎樣 他自己享受而已 所以我不會覺得 真的跟假的是什麼 但在法律上 其實假貨是違法的啦 但是我說 以我一般平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不覺得說 真假貨有什麼 這麼重要的定義在 我個人反而認為說 他願意花大錢買精品 或是 願意花小錢去買房餅 他個人人身自由 但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王思佳這個人 他是利用他的精品的 奢侈的一個方向 去作為他的一個 不管是拍影片啊 不管是上通告啊 其實都這類型 他等於是拿在盈利耶 今天我是賣精品的 我一定知道 我的東西都一定要是正品 因為我是用這在盈利 可能我自己親朋好 他穿房餅的 可是我覺得 他不是拿來賺錢 他只是穿他自己開心 他也沒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那根本不用去批評人家 但王思佳比較不可取的一點是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利用這一點再去賺取一些 盈利啊 我就覺得 那你沒有必要做到這樣子 最重要的一點是 這是我個人最不爽的一點 也是我拍這支片子最大的原因 就為台灣的代購好了 台灣其實在認真做代購的店家 有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一些小型的自己帶貨 甚至是開店面的帶貨的 我相信這次的事件 讓代購受到很大的影響 每一次 不管是藝人網紅 我之前網紅也報過很多賣假貨之類 全部都是推給代購 我不懂 就是你也是藝人 我覺得你講話是有一種 有一個話語權在的 你在想說你要講代購的時候 你有想過說 我們這些在做代購人 會受到什麼影響嗎 像大家就留言說 代購幹嘛跟代購買 代購都是假貨之類等等 就變成這種情況 好像變成說 代購跟假貨已經成員一個等號 所以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王之嘉如果你真的是跟代購買 麻煩就直接講是哪家代購 而不是只講代購兩個字 這樣會影響到很多人 我希望說大家不要以偏概全 就譬如說每次只要一出事情 就講代購 然後一講到代購就說是假貨 當然經過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對代購的信任度 降低非常很多 那一定有很多網友說 那怎麼找 信任的代購呢 我說真的 每次的影片我都是這樣講 只能找有商譽的 或是願意負責任的代購 我就像我說一件事情 今天王之嘉這種事情 他的代購都是找我 今天這個包裝是假貨 我們代購也會出去扛 我們會跟大家講 這是我們賣的東西 我們會保證這商品的來源 跟最少你買到 你是找到人在哪裡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代購的確有分便宜跟貴的 不是找代購一定要找最便宜的 你找最便宜的 反而是最沒保障的 最便宜的是什麼 一定就是私人代購 所謂的私人代購是 他沒有店面 他可能就只有一個IG 不管IG有多少粉絲 我跟你講 粉絲數其實也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粉絲是給你買的 我曾經參過一個 四十幾萬的粉絲團 他也賣了很多東西 最後爆掉就是全部都沒 甚至中部有一個夢開頭的 他甚至是有開店面的 最後爆掉之後 老闆欠了幾億 貨全部沒出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 要怎麼找一個商譽 這個店家的人 你是找到的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希望大家 第一個是以價錢去區分 說找哪一個代購去購買 商譽是最非常重要的 當然最後也是跟大家講就是 不管是名人 藝人甚至有錢人 其實都還是會有人找代購去購買 從這點可以看到 代購其實有一定的 一定存在的必要 也一定有 真的正常的店家在探收 那希望大家不要一直被一些 老鼠屎去影響 大家對代購的眼光 那我希望看到這支影片 能夠更加了解 代購這個行業是真實存在著 而不是說就是好像 聽到代購就像賣假貨一樣 我可以看到 該購的 你還是讓我來購買 不好了 不需要 我們還是要來購買